這次的題目是 一枚金幣的價值是一萬二千元 如果它的價值每年增加5% 是每年增加5% 三年之後它的價值是多少 原資的價值是一萬二千元 之後它的價值是每年增加5% 和它三年之後的價值是多少 我這裡會應用的公式都是 新值等於原值 乘1加8分變化 我們根據這條公式 三年後的價值 我寫三年後的價值 為什麼呢 等於原值 原值是一萬二千元 成為百分變化 增加5% 所以是加5% 留意一下 因為它是三年 所以最後是要三次方 因為它不單是加了一次 它是加了三次 所以要將百分變化 這個1加5%是三次方 最後去到這步 我們又可以一次過按計算機 一萬二千元 一萬二千元 成為估號 一加5% 然後三次方怎樣按呢 就是按這個墊序 之後將那次方 在三次方按下去 之後就最後出答案 三年後的價值 金幣是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一 一個半 整條題目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